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内容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上一次跟大家说我还好几件衣服在路上 然后它到了我还都满满意的 然后近期又买了几件 正好再给大家做一次小的分享 除了衣服之外呢还有一些书籍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要跟大家分享 在分享之前呢还要跟大家声明一下 没有广告 因为我怕我分享的太频繁了 有些人会质疑我 没在怕的我没有在怕的好吗 就是我们买多买少呀啥时候分享 都是完全看自己的性质来的 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所有信息呢都会 产品信息都会更新在公众号里 基本上会同步发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公众号 OK废话不多说就直接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穿搭应该不用太分享了吧 就是应该大家应该看这个T 就是我之前有分享过的 一件黄T 其实我偶尔会把它当睡衣穿 就挺舒服的也没什么好 跟大家分享今天穿搭的下面穿了一个大裤衩 有点热我把它塞起来了 好了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在A站店买了三件衣服 就是这三件衣服让我等了半个月 没办法 现在小家总喜欢预售 预售就等超久 第一件呢就是这个 又是一件T恤 我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我没有这个宝蓝色 就是宝蓝色还是看第一眼就很喜欢 这一件呢就是拿到手里的感觉质量很不错 然后就给大家上身看一下效果吧 大概上身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 我下面单的就是一条白色的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个ZARA的皮裙 其实它们两个是我同时买的 就是ZARA我是那天买的 然后这T也是我想好的 然后再去下单的结果就是这么久才到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就是 它这个袖子万一可以 就是可以再宽一点 或对有BBB的名声会更友好一点 不过我觉得还是挺显瘦的 我最喜欢它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它的颜色 就是一个宝蓝色 还是蛮阳气的一个颜色 在耳饰方面呢 我搭配的是一个同色系的蓝色耳钉 除了这蓝色你还可以搭配黄色或者是红色 都能很简单的轻松的 让你看起来会fashion一个度 第二件就是 一件衬衫 它算一件衬衫吧 就是一件雪纺的 其实夏天穿雪纺不是很热 这样看它是有一点爆纹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爆纹并不野性 而且反而是有一种 知性优雅的感觉 冰上身效果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感觉看到的不一样呢 我就是变成那种知性优雅的感觉 好了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要它的款式很还不错 就能把那个爆纹的野性给融合掉 然后我看一下夏天穿搭配的是一件黑色的高腰短裤 这样会比较简单 像这种花比较花的上衣 一定不要再大家画的 花的下衣以及配衫 因为这样我看起来会很多余 就它这个衣服整体呢 给人是一种比较法式的感觉 首先看它这个领口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有 一排的排扣 本来你也可以把它扣得太紧 但是夏天为了 不要还是不要去你们不要扣得太紧 可以放开一两颗 看起来会更随意点 然后它这个袖子呢是这种大大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拉近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 我个人很喜欢 就它这个衣服除了日常穿 还有你自己出去度假也可以穿 我想到我手上有三副墨镜 它可能都蛮百搭的 你们看一下哪一副搭起来最好看 首先第一副呢就是这个 动感波光的这个 动感波光 动感波光 这个这个你觉得大吗 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大 个人觉得这不是很大 还行 第二对 就是比较复古的这个圆片的 这应该还挺大的吧 因为都是比较复古 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你觉得呢 第三对白虫 我觉得这个 就这一副墨镜前面那个 蓝色爆蓝色T恤 搭配也很好看 就是 比较 你们懂的 OK 现在接下来就是第三件 第三件呢它也是减连体的 看到这绿色一看 哎哟 其实我刚买的时候挺纠结 但是模特上身真的还挺好看 最主要它那个垫竹 我觉得它身形 是跟我差不多的 所以 基本上它穿什么样 我记得到心里都会有个数 然后它是一件连体裤 我给大家上身试下看效果 它上身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还有一个腰带 把腰带给挤起来 它整个版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版型 还是有一种 比较法式复古的感觉 它的上身效果呢就是这样 就是我前面随手看到一只花 突然发现红配绿 塞 OK 就是正经一点吧 我其实挺怕穿连体的衣服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穿连体的不好看 但是这个莫名的还蛮喜欢的 首先它的一个上衣的一个设计 我很喜欢就是铃扣啊 还包括它的这个条纹 它这个墨绿条纹也是一种复古的感觉 然后这里有几个小排扣啊 包括这个小腰带的设计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其实它的布料就属于那种很薄 夏天穿起来完全不会热 再来继续分享 又是ZARA套的 因为现在ZARA在大打折嘛 偶尔可以剪刀宝 比如说像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大家应该有照片有看过 分分就是姐姐身上穿的这一件 像它这一件的话真的是剪刀便宜了 首先猜猜它价格 打完折就是99 狗死狗了 然后今天裤子呢就是非常非常显腿 就是大藏腿 祭司感 胸一下全是腿 就胸一下全是腿 全是腿 胸一下全是腿 然后它的布料呢是属于那种 你这样看起来它可能会有点透透的 但说明它很虚弩 但是它这个因为颜色比较深嘛 其实并不透 而且它弹力 都是有一定弹力的 所以穿起来直接挺贴肤 而且非常舒服的那种 但是这是虽然它很长 但是它挑身高 建议168以上的妹妹可以去尝试 不过这是什么码的 他们可以买小码的 M码的 对对对 所以建议比较高个人女孩穿 如果你还买得到的话 还是比较建议去买的 大长腿 接下来这一件呢还是ZARA的 它是一件西装 我想大家应该也在我们的微博上的照片有看过 有点因为我们一般出席活动都很爱穿西装 为什么我们不会选择穿礼裙呢 就是有时候觉得穿礼裙在一定的场合中 会显得过于隆重 然后像穿西装的话你可以在休闲又比较正式 就是休闲又正式又不会很过的感觉 然后这一件呢其实是ZARA的一个新品 它的整体的面料是那种绵麻布料 就是比较透气的 夏天穿起来也不会特别热 然后它的那个袖子其实是有一个小设计 就是要皱起来 给大家上身看下效果吧 上身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有没有一种霸道女总裁的感觉 其实我是个小吊子 上身效果呢真的是非常喜欢 就是一上身就是那种感觉 就来了我就觉得要买 首先我很喜欢它就是它有一个小垫肩 就会整体的气场会突然拔上去的感觉 然后它的版型是我非常喜欢 它的颜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然后上一次我们参加活动里面 是穿一个黑色抹胸的嘛 就是里面会有小性感 但是平常呢里面可以穿一个白T 然后穿一个黑色的短裤啊 配一个白T啊 搭配这样的一个西装也是很好看 因为它的布料是棉麻的嘛 所以它是那种休闲中 又带一点点正式的感觉 所以这个衣服其实能 就是能适合很多场合 就是你日常穿呀工作穿呀 还有一些party啊 你想耍帅呀穿这种西装都是没错 我觉得女生穿西装 贼拉帅 贼拉帅 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衣服长度 是这么长 然后这有两个夹口袋 我觉得这个耳环真的好摆搭啊 大家什么衣服都还挺好看 然后它说它的价格是699 像700块钱一件 总的来说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对了再说一下它的布图 因为它的布料是粘满啊 所以它非常容易皱 然后就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挂起来 千万把它弄成一坨 如果就是非常难看 一定要好好的给它放平整 可以呀运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拆 我都忘记这个东西是什么 有一些是这两天到的 我买的是维斯的液体眉笔 因为我看了很多博主嘛 然后都在分享这个 我就想到底好不好用 因为我买的是液体眉笔嘛 因为像我自己眉毛它是前半段有毛 后半段是拿眉笔画出来的 我就想拿那个液体眉笔画出毛流的感觉 维斯的眉笔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维斯的液体眉笔 我本身的眉毛已经画好了 所以就不给大家画眉毛了 在手上滑了两下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它要够细 其实原来有尝试过拿眼线液来画毛流 我发现根本就不行 因为太粗了 我自己先感受感受了 我这个好气好扯 青色应该是好用的 就是你夹 就它这个眉笔真能画出很细的那种毛流 而且颜色深浅可以把握住 这个人青色应该是挺好用的 然后他还送了一个这个刮眉刀 像本身眉毛比较稀疏的妹子 比较推荐这种笔来画 假如你本身毛就很眉毛啊 就是很茂盛的话 就不需要这种东西 接下来继续拆快递 这个有人猜到这是什么吗 它是小灵犀眼液 这个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买过 我买的是粉色的这一罐 其实它这个小灵犀眼液还是蛮有名的 它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颜色 因为我是因为平常会戴美瞳嘛 或者戴隐形眼镜啊 就是比较推荐大家用粉色的 假如你是不戴隐形眼镜 但是你眼睛会很干涩啊感觉很 就是很累的感觉的话 会比较推荐用蓝色 但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大家可以自行去功课 应该自己什么条件啊 适合什么样的颜色的洗眼液 我之前那罐还没有用完 因为它这个洗眼液 是一罐要三个月以内 要建议用完 我那时候还有大半品没有用完 但是我现在又想用它了 像它的话就是 它上面有一个盖子的 大概就是一个盖量 然后把它倒进去 它正好它这个弧度正好是 其实对你眼睛的一个弧度 就是照进去之后 倒上去清洗一下 它倒出来 就是你眼睛里的脏东西 会被洗出来 但是每次我用 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嘛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小颜色眼液 都是景甜推出来嘛 但实际上还真的还挺好用的 而且它就是那种 有些人可能会 其实会觉得它太刺激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粉色 这款我是完全ok的 就是眼睛会说很 很爽 就是很冰凉的感觉 最后一样要跟你们分享呢 就是一本书 这个其实是我前两天买的 我已经看了这么多 但只看了一点点没有看完 说一下这本书 名字叫被讨厌的勇气 我为什么会买这本书 其实在这之前呢 我跟大家说 我现在心态很不错很好 我们这一行啊 对于别人的流言蜚语啊 一定是要放宽心 心要很大 完全不care 我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我做到了 我觉得别人说我什么 偶尔挑什么你难看呀 什么东西完全不会在乎 说实话我们两个黑粉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有前些人又有一些 比较会直戳内心的一些话 但可能真的是 黑暗是来于他本身 就是有些人就会把自己 不好的一些情绪 会发泄到你身上 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很生气 就用按耐不住的那种火 你知道吗 而且对于他的言论 我并不是觉得他是有病 我开始有点怀疑自己 但是实际上问题都在于他好吗 就是自己的心态 那两天 那两天是有被影响的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给自己 进行心理调节 然后正好我今天还是算是比较酷 或者对于别人的 语言攻击 我也不知道我上 有什么东西好攻击的 可能就别人不爽吧 就会发泄在你身上 还有就是 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还有自己本身 我本身就属于那种 讨好型人格 就不希望身边的人 呃 就不喜欢为难身边的人吧 然后自己可以 多忍受一点 就是委屈自己 能让别人多开心点 就是这种讨好型人格 就是平常你在生活中 特别是已经出社会 你能感觉到很多问题 正好我有刷微博 我是看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 他叫你好竹子 他有个视频是说 能不能别在意别人怎么想你了 过分在意别人的影光 只会活在别人的眼里 死在别人的嘴里 我跟你说 看了这个标题 我就一定要点开 滴滴去看 因为我真的是 有时候太在意人家 对自己的看法了 我觉得只有少部分人 能做到不care别人的想法 我觉得能做到的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学会让自己 力行更强大一点 然后我点进去之后 因为他的视频有很长的 我就从头到尾全部都听完了 就是深有感触 就很多话 直击内心的感觉 然后他最后呢 就有推荐这本书叫 《被讨人的勇气》 他据说说 很多人看完之后 真的能改变 某些人的一生 但我不指望他能改变我一生 只要能让我想的开一点就好了 其实在很多普通人 也是很在意他人的眼光 但假如你跟我一样的话 我也比较大家 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下这本书 当然我还没有完全看完 但是我已经看了一点 但是有一些东西 已经值得自己去思考了 接下来的一周呢 我们俩就可能在外地工作啊 以及出差 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不过也会尽量给大家保护 但是我会尽量给大家看完